我是捡垃圾的 捡到一个铁桶 获得了一个未来机器人 刚好救下了 眼前这个妙龄小姑娘 十三先生 就送到这里吧 好的 回去好好睡一觉 天一亮 就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喂 我是龙华大学的 你明天要是再不来学校 直接开除 如今手持十八亿 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呢 今晚不行街这么热闹 先生 你要买房吗 的确是应该买套房了 总不能让母亲 一直住在那坡房子里吧 好的 有空我就去你们售楼不瞧瞧 请问那边是发生了什么吗 听说前两天 有神医在这卖单药 卖的那可是神丹啊 能治绝症 连张氏集团公子的艾丝病 一夜之间就好了 那这些人是在等神医 不知道呢 反正很多人在那边 都是准备碰碰运气 我当时见过神医 神医还亲过我呢 神医夸我漂亮呢 有望夫相 谢谢老板的穿云剑 快来快来 上好的核桃 神医当时就在我旁边摊子 他吃过我核桃 连连称好 说能治百病 这个世界还真有意思 我要的人呢 金老大 有个小娘们把人劫走了 把人劫走了 呵呵 你们应该知道 顽固城任务 是什么样的处罚 金老大 求您放过我们 金飞标为人残暴 要是被他处罚 我们就算还活着 也得掉一层皮 将那个十三抓了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是 要给你 对 了 呢 快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